而说到迟,现在也正是柳丁盛产的季节 日月台观光业者特别和农民来合作 设计出几道创意料理 不只是把它当成水果来吃 还融入料理当中 甚至有SPA叶子把柳丁洗涤过后 放入温泉池里头 让游客可以享受淡淡的天然果香味 冬天的阳光洒落在池水上 再冷的寒冬也觉得暖乎乎的 黄澄澄的柳丁糊在水面 淡淡的果香深深吸引住这对母子 要用别的味道 胡换虾裹着德国面线 下油锅炸的金黄酥脆 搭配特制的柳橙酱汁 这道外酥内坛牙的翠玉金丝香橙虾就完成了 趁着中聊柳丁的盛产期 业者研发了柳丁创意料理 不管是南洋风味的蜜汁香橙羊肉串 还是颇具巧思的柳橙烘蛋 都充满着酸甜果香的味道 菜的特色是说不影响海上的鲜味 而且保留柳橙的原味 而用山药丝搭配陈年醋和柳橙酱 做成的金银杯 吃起来的滋味酸酸甜甜 称受女性顾客的喜爱 每年柳丁生产容易过剩 观望业者透过巧思 把新鲜柳丁精致化 利用美食和SPA提升附加价值 创造双赢的